我是1993年毕业的马大 所以现在已经刚好毕业20年了 现在你们看你们在进大学啊什么 对我来说好像 有些时候感觉上好像刚刚过去 有些时候感觉上就好像很遥远 刚刚过去就是因为时间上 一下子20年就过了 好像记忆还很新 好像以前就是你们这样子 可是感觉上很遥远 有些时候我们的思维和想的东西 已经很远了 想的都是佛多讲什么 我们生命的意义什么 所以今天你们也是接触到你们 那我就怎么办呢 我就在网上搜寻一下 年轻人的十大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讨论是没问题 但是很久很遥远 很久没有想过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如何呢 在我来之前呢 我刚好有接到一些问题 然后一个是我想起以前 我们那个年少时期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世界性的问题 好 有两个问题 三个问题 一个是男生的问题 一个是女生的问题 一个是世界性的问题 宏观的问题 好 这三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问题 好好地讨论一下呢 那基本上呢 你就会对佛法呢 有一点相当的一些了解 因为呢 今天其实我重视的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讲 今天的讲法的主题是什么 我把主题放后面再宣布 好不好 这三个问题你们认为 应该谈哪一个先呢 我觉得世界性的问题 应该放到后面去 那个宏观嘛 好 先谈一 男生的问题先 还是女生的问题先 男生 对啊 现在男生几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女生比较强啊 好 谈男生的问题先 好 这是在好多年前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在图书馆 那我们几个朋友 在讨论 在那个法律系的图书馆 我是读法律的 然后我们在图书馆 就谈起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生命 他向往和崇尚的是自由 他讲 那是你免不了啊 这个年龄就谈他爱情 他说呢 如果我喜欢的一个 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呢 他说 我不管他到底是 只要他还没结婚 不管是谁的女朋友 我觉得他觉得是一个 公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只要你还没结婚 就可以来公平竞争 然后我是比较保守 我说 那是以前我们都有一种 一句话 朋友气不可气 别人的女朋友 我们都是这样子想的 就是说不要去碰 然后在这个方面呢 就各有各的想法了 他说 到底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你是那个人 你会怎么想 你认为呢 像我的朋友 他的表达的概念就是 当时我有我的想法 他有他的想法 他概念是 不要紧啊 还没结婚啊 而且也是给那个女生 有一个自由的选择嘛 对吧 那你们的想法是如何 等一下不要担心 听起来好像是讲这个课题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这个课题有不同的角度看 我要你们从不同的 你们就凭你们的心 第一个直觉 你听到这个问题 你的反应是什么 男生 公平竞争 大家来拼一下 教练一下 有男朋友就算了 即使是你很喜欢他呢 祝福他 不要紧了 如果是是你的 他就自己会垂掉了 来找你 不用你去催他了 好 还有谁 你讲讲看 想起来 差不多一样 我 谁言呢 你不要破坏人家了 如果啦 想象如果有一个女孩子 你太喜欢她了 可是偏偏她就是 别人的女朋友 怎么办 自己在房里哭 不会去竞争 祝福他 还是你 可以竞争 好 其实呢 各有各的想法 顺其自然 等他自己找你 女生呢 你们认为怎么样 你们觉得男生 应该怎么样的反应 你觉得啦 如果你觉得那个男孩子 他喜欢你 然后你有男朋友 如果他不追你 你会觉得他 很好 还是你觉得他没志气 你觉得他没给你机会 还是什么 有什么可能 你会怎么想 你们先讲一下 是刚刚讲 讲了过后呢 师父会把那个问题翻过来 我要你们再研究 再想一下 你觉得他应该改改了竞争 其他的呢 有谁 刚刚讲嘛 不要紧 我们都是在 我们今天在研究的是思想 你明白吗 明白吗 有些时候 我再放一点消息给你 你同一个问题 你怎么想 今天我们在研究的是这个 这个跟学佛很有关系 我跟你讲 非常有关系 它不是没有关系 学佛是跟这个 跟我们生活上 每一个课题都有关系 还有谁 女生 女生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样呢 如果他很喜欢你 那你又有男朋友 你觉得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对 你觉得对方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表现 离你远一点 如果他很优秀 如果他这个男生 比你的男朋友还优秀呢 很难说 看看怎么样 其实很多东西 你只要消息再拿多一点点的信息 或者是再得到另一个角度 可能你的想法会翻盘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研究一下 来 幸福的女生 她说她很幸福 从来没有烦恼 我还记得去年在海边 照朋友 来 静静的女生 来 对 正在女生的角度 纯粹你个人的角度 如果是那个发生在你身上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你觉得那个男生应该怎么样 你是怎么看待 就是 不会去考虑 OK 好好 那我的朋友呢 那个时他是讲 这是自由的世界 世界嘛 就像你去市场去买菜嘛 看你出什么价钱嘛 是不是 人家要买的 可是他还没有买成嘛 他要买成 我出更高价 跟他买过来嘛 他完全是市场经济学的 那种角度来看爱情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呦 然后 当时呢 其实呢 有些时候是另一种 各种想法都有的 那么呢 在佛教里面呢 如果 你可以 其实见仁见智也是对了 但是呢 最主要是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 可能如果等一下 我们谈完了三个问题 我们才一起来 一个一个讲 那个可能会好一点点 好 一个是女生的问题 嗯 女生的问题呢 是我刚刚拿到的问题 这是一个女生 一个女生 她 呃 也是很朴淑 就像你们讲 你们这里的大学的 女生呢 那时候都很朴淑 没有装扮 呃 在有一些大学是比较 很在乎的 很有心 有气派的 很装扮 那么这个女生呢 她是比较 呃 朴淑的 然后呢 她的呃 有朋友们呢 呃 去到她的家乡 就招待她们 那么呢 三个男生 两个女生 再加她三个女生 啊 就就逛一下 再向下 逛一下 然后呢 这个 另外两个女生呢 是来自 蛮有 闲有背景的 然后呢 出门呢 也装扮到 很 很 摩登的啦 然后呢 他们有一起拍照啊 你知道大家一起啊 有拍照啊 有什么 一个很小的问题 然后呢 就来到了这个Facebook 在这个Facebook的时候呢 那两位女生呢 大家都有拍照嘛 有拍啊 机体啊 什么 就是偏偏呢 他们放照片上去的时候 这个你们都有的吧 很普遍 放照片上去的时候 就刻意的 就是把这个 这个朴淑的女生 就把它撇开来 就是放的照片呢 都没有她的照片 就是有男生的照片 就是没有这个女 全部人都可以放 就是选来选去 就是把这个女生 给她逼开了 那这女生呢 她就看了 哎呀 心里就不好过 怎么 这些 大家都不朋友嘛 对吧 这些刻意 所以 她就觉得不好 不好过了嘛 这什么这些 这些朋友 她这样子 好好招待你 你好像有一种 刻意的做法 就是照片 非数放很多照片嘛 但是呢 就是不放自己的照片 如果是你 当时你是这个 朴淑的女生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怎么样的想法 讲一个很真实的哦 你的朋友这样对待你哦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女生 难受 你觉得这两个 女朋友 很不够朋友 很不对 对吧 嗯 好 然后你会怎么样 以后看到她会怎么样 哦 不要惨她了 哦 OK 来 别的 别的 来 抱手 然后你会怎么看到 那两个 把你撇开一边的 嗯 是 是每个人呢 就是说一起 六个人一起去出门嘛 但是呢 另外五个人的照片 都会放上去 都会有的 都会有那个 就是有你的照片 就没有 就不会出现 不会 不会觉得 很烂啊 我不要见他 这个 会怎样 尴尬 嗯 来 你讲讲看 会很难受啊 很难受哦 嗯 见到他 就是觉得 不知道 应该不应该 say hi 只是 应该是看了他 嗯 笑笑而已哦 哦 这样子 嗯 来 还有谁 讲讲看 就觉得很伤心啊 然后朋友嘛 为什么要这样 嗯 等就会去问他 为什么没有放照片 对 看他怎样解释哦 哦 哈哈哈哈 这个好 如果他可能是无形了嘞 哦 对对对 就算了哦 嗯 对对对 哎呢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放哦 对哦 嗯 不用管这样的哦 自己活得开心就好 哈哈 还有谁发言 想想看 嗯 有没有放的 有没有放的 不要紧哦 有放就放 你也放就算哦 嗯 好 第三个问题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这个问题 好不好 第三个问题 嗯 我讲一个真实的啦 假使你现在是中国人 你不是马来西亚 你是中国人 中国的人 当然也许你们也有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还是什么 好 你真是中国人 那么呢 现在中国跟日本正在为什么钓鱼岛 我知道吗 啊 正在争啊 这是 啊 真的要打起来了 真的 或者真的要打起来了 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你有一个一些日本朋友 啊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作为中国人 中国的 现在呢 是在中国人跟日本 中国跟日本刚好要打了 也可能打啊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点打起来 那你是 你不要是 你不要讲你是马来西亚了 你就是在中国人 可能你就住在这个 呃 钓鱼岛对面的那个福建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啊 你有什么想法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你会怎么看待你的日本朋友 你会怎么看待日本这个国家 跟我没关系 应该是这样 我是不清楚 他是为什么 所以我也不敢说谁对谁错 可能没有讲谁对谁错 一半一半啊 嗯 一半一半 就像打一场球赛 也没有说谁对谁错 但是呢就是 你你当时你会 会不会说 你站在一边 我们是中国人 竟然是要欺负我 还是什么 如果中国人 当然是 呃 站在中国人那一边啊 那是 就 希望 就不要 太多人民伤亡 那样就可以 嗯 好 如果刚好那个中国 更好要募兵 想要找人家 因为要打仗了嘛 嗯 你你觉得你会很用心去打吗 打日本人 不 不会啊 是好的 有好处了啦 就不要应该小事这样弄啊这样哦 嗯 那是 不是小事耶 国家打各位 那是国家国家的问题嘛 他们 怎样吵都好啊 之后也是没有事了 你知道吗 好像现在这样很多次 吵不下就爽就没有事了 打起来呢 不会打的啦 是啊 真的打了 假设假设 真的 两个国家打起来 你会怎么想 不要弄到我就想 哈哈哈哈 嗯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不要弄到我就好 因为啊 好像人的关系这样哦 吵完架构可能也是朋友咧 啊 这样如果现在闹到很僵 之后也收到朋友就不好咯 嗯 还有可以转变的机会 保留一点希望这样 嗯嗯嗯 留一条路给后面走了 是啊 嗯 还有其他的人 谁要讲 都可以自由发言 就应该对那个日本朋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抗拒啊 因为其实 两个国家 其实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去 争取 其实也没有对 也没有错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 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到 那一块地啊 小岛啊 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两个人 两个国家都不要去拿那个 要不然就是一人一半 哦 没有 现在各讲的 对啊 他讲他的 嗯 来 我要你们学会 从每个人的角度 也讨论一下 谁要讨论什么 来 说吗 这种国际化的问题 我也是很不清楚 很少去想啦 嗯 很少去想 不管我的事 这样子 对哦 就是不管我的事哦 就是很小 他们的事 就他们的事 这样子 嗯 我是觉得 真正如果答起来 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 每件事都应该有一个 结局的 所以也不会去怎么样啦 不会 嗯 好 还有谁要反应 嗯 我觉得因为这是两个国家的事情嘛 然后 就 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着想哦 可是 就我觉得这是 应该 大家都会希望和平解决的啦 所以 对朋友还是一样是朋友 嗯 嗯 好 来 我个人的观点就觉得 其实这个 不管他什么人 都知道平常对待啦 还没有对你怎样 也不知道对他怎样啦 国家 对待问题就 就给国家去解决啦 其实 到最后我们只是看生活上啦 只要各位没有影响到我们 就 虽然讲 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啦 可是到最后 可能会 到最后 不要 可能就选择离开那边啦 就你看到就人还是一样嘛 对于谁都一样啦 嗯 还有谁 有不同的想法的 我就觉得 国家也是 留给国家解决 然后我们 就 尽量守护好自己 要守护的东西 嗯 然后对 日本的朋友 也不会讲 有抗拒那些 还有谁要讲 我觉得这个课题嘞 如果我是中国人 那就很不一样啦 因为 我觉得 中国人的那个 power 还有那种 爱国情操是 很 强的 我认为啦 如果 与我们马来西亚 华人还是什么 来看待 他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就是 政府这样 哦 然后政府这样 哦 起了二十线 哦 我们都是这样 不过如果 以中国人的角度 看他们那种 爱国情操 这样深的 情况之下 我认为我应该是 会跟日本 fight到底的 有可能 有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我是以 现在我这种心态 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华人的心态 看 如果我是这样子 过后 然后去变成了 中国人的话 我当然希望 日本还有中国 都能够和平 能够平安 能够离苦 这样子 打起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做一个中国人 做一个日本人 如果我是 土生土长到中国人 我看我也是会去fight 就这样哦 好 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 我们再回头 其实问题可以跳来跳起 其实是要大家 不同的角度思考 好 那 如果有一天 因为修行的关系 或者是你真的知道 你来西亚会做日本人 你会怎么想 假使说啦 你现在是土生土长中国人 中国人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你觉得你一定会代表 中国人就fight 但是如果有一天 因为你的修行 你看到 天哪 我来西亚会做日本人 你会怎么想 你还会这样尽情的 去为中国fight吗 不会了吧 想象了想象 现在假设了 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 轮回 接受不接受轮回 我们是假设 当然在师父来讲 你轮回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但是 你知道有轮回 你知道 你知道你真的来 来西你就是日本人了 那你觉得你的想法 会不会不一样 会吗 会哦 即使世界上 你是土生土长的 中国人 中国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你的宗教民主情操 你觉得我们一定要捍卫中国人 但是如果你清清楚楚的 你因为修行 你看到你来西就是日本人 那你的想法会这样 真的不一样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真的知道 你带着捍卫国家的心 你去fight 然后去打的时候呢 然后你去杀对方的兵 士兵 如果你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这样子做了过后 你来是要在火炉里面 滚在地狱里面打滚 真的啦 是真的啦 我们是讲真的 现在暂时把相信的问题 跑掉 你假设先 假设真的是如此 你真的确定是如此 你还要不要去fight 不fight了吧 为了你的国家 你不fight 你不想付这个代价对吧 对吧 嗯 然后另一个角度 如果你真的是知道 这样子打起来 拿到那个岛 为了你的国家 夺取的这个钓鱼岛 然后呢 你知道 可能中国要死两万人 日本要死 也是大概 也是两万人 那两万人死了过后 他们的妻子啊 孩子啊 爸爸啊 妈妈 他们的生活 你可以在心里面 想象一下 他们因为一个人 在一个家庭成年死去了 然后整个家里 整个家族 整个气氛 整个情况 孩子没有了爸爸 那种情形 两万人 两万两万 四万 对吧 堕到了这个岛 或者是谁堕到 是另一回事 可能中国堕到这个岛 还是日本堕到这个岛 他是四万人 四万个家庭 经历这个悲剧 为了这个岛 而且你还不确定 你来世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或者是真的 你确定你来世 会投身做另一个民主 日本人投身做华人 中国人 中国人投身日本人 你会怎么想 然后再加上 你如果是真的确定 然后因为这样子 而投身到这个地域里面去 你要被火炉煮 因为你这样子杀的时候 你明明看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你就打一架插插器 枪就开下去 就舍死他 然后不顾一切 然后在这样的情形下 因为那个人死去了 他的家庭 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 他的 而且呢 再想得广一点 因为这个斗争 然后呢 这个两个民主 就再加深了他们的仇恨 又要加深那个仇恨 可能不懂得过几代人 才能够化解 你会怎么想 对吧 你会想想 你的想法会不会有所不一样 会不会有所不一样 对吧 好 第二个 我们回答刚才第二个问题 女生的问题 好 你会觉得 好多女生都会觉得 可能不舒服嘛 对吧 肯定会不舒服 有点故意的嘛 就是你放张照片 就是偏偏 就是把我遗漏了 很小的事情 可是真实发生的了 然后 你会怎么想 其实不爽 还是会不爽 对吧 还是会不爽 好 现在我给你另一个想法 刚好这两个女生 面对这个朴淑的女生 他们其实很自卑 他们觉得 他都不用化妆 他就是好看 那男生就喜欢跟他讲话 就喜欢 他很自然 他自己 想尽办法 要得到男生的注意 但是就是很奇怪 这样子穿着 这样子装扮 但是男生就不看他 就不怎么理他 不怎么跟他说话 也不怎么觉得 怎么样的 然后呢 他其实很自卑 他要放照片 他想 哎呀 就心里面就是 梗在那边 觉得 然后 他因为自卑 而他不把你的照片 放上去 如果你真的了解 他当时 要 要犹豫 要把你放上去 可能又把它放上去 又把它删掉 然后在那种 如果你感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知道 他们的挣扎 因为他面对你 他感到自卑 你想法是怎么样 你就会觉得 他很烂 他很恐怖 他很坏 会不会 突然间 你的想法是怎样 他很可怜 对吧 他没有这个自信 对吧 做一个人 对吧 他没有这个自信 他想尽办法 要得到的 得不到 然后你 这个很朴实的女生 他就是没有什么刻意 也没有什么想 就是很单纯 很善良 然后很自然的 跟人家交往 然后人家就喜欢他 然后那个很刻意 很卖力 想要得到的 就得不到 这个时候 怎么样 你了解到对方 当时的情形 如果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想法 真的会有点不一样 你再也不会 很想 哎呦 这个人很烂 很坏 他要欺负我 他要伤害我 其实他不是 他是自卑 他是没有自信 他不懂怎么办 然后呢 他觉得 如果把你的照片 放上去的话 其他的男生看到 都注意力 可能会先看到你 所以他就不想 把你放上去 对吧 所以 马上你的想法 又有另一种想法 好 那么 现在 回到第一个问题 公平竞争的问题 好 买菜嘛 我出高一点 加班买过来吧 好 那么呢 也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这个我们不要去讲 对不对 我今天只要讲的是 给你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东西 好 那 如果你是那个女生的男朋友 然后有另外一个男生 他是真的是比你强了 也比你帅 然后中国 中国讲的现在知道 高富帅 美的就是 什么 百富美 女生就是又百 又有钱 又美 这个是最理想的 现在男生 要找女 听说 现在要找有钱 我也不明白 现在 我们觉得很没志气 以前我们那个年龄 觉得很没 我们那个时代 现在的时代的人 不一样的想法 他觉得 我少做一点工作 找了几个老朋友 觉得 是很奇怪 百富美 然后 男生叫什么 高富帅 那么你 你会不会 当你的女朋友 他遇到了一个高富帅 你会不会觉得 还是可以公平竞争 没什么问题吧 反正被抢走 抢走 没关系吧 反正我抢素人就算了吧 是 会不会这样想 不会哦 还是觉得他不该抢 对吧 他抢过分 对吧 他让你 因为你的女朋友被抢走 你会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为什么 我本来没有这种 不如人的感觉 但是你把我女朋友抢走 就让我觉得很 很难受 对吧 好 如果你真的确定 在因果的法则里面 你抢人一单 有一天 你抢来的 有一天还会被抢走 然后呢 而且这个呢 他会看到你 看到一个 之前 你抢了人家的女朋友 因为你比人家强 他把他抢过来了 有一天 那个比你更强了 而且因为那因果嘛 你抢人那一单 你也要被抢嘛 你要怎么办 你会不会觉得 当时我应该抢了 反正有一天被抢走 也就算了 不会吧 对啊 所以到时 你还会被抢 不会了 就不会抢 抢了 也会被抢走嘛 就不要抢了嘛 会被找苦 对吧 其实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今天师父不是在这里 跟你们教条式的灌输你们什么善恶 师父只是要跟你们分享 另一个角度 看生命的东西 那为什么学佛让我们完全处在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 我们的智慧 学佛让我们因为印证了自然界的规则和现象和法则 然后突然间我们看东西真的很不一样 就像我二十多年前面对这一类的问题 跟我现在在看这些问题 在看年轻人的问题 真的有一点不一样 当然今天我来跟你们讨论 是尝试走进年轻人的处境 来跟年轻人讨论的 其实在师父的心里面 这些全都是 讲完一句就是如梦如幻而已 为什么呢 真的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人也好 几十年下来 三老病死 这样子就过去了 那个人对我好 对我不好 也都这样子过去 因为当你的心因为学佛 你走进了一个眼界 不一样的眼界 当我们活在一个很小狭窄的空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的女朋友 对吧 然后呢 我的女伴 他们这样子对待我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国家 不管是从个人 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讲 他对我好 他对我不好 他记得我 他忘了我 其实 如梦如幻 就这样子过去 几十年就过了 过了过后 你还很在意吗 而且 这个是另一个角度看东西的 我现在师父分享 师父看东西的 如梦如幻就这样子过去 所以 他又不同 另一个角度 又看东西 所以其实呢 很多时候 单单从生活上的角度 你都会发现到 我跟你讲多两样东西 你的想法就 是我 他是自卑 他也不是什么 他其实好可怜 你想法就不同了 然后 另一个角度 我要面对这个果报的 我女朋友会给人家挖的 有一天 挖走的 然后你又 你又另一个想法了 然后这个国家 我的国家 突然间 天哪 有一天我变成那个日本人 你又另一个想法了 然后有一天 你看到 啊 要追到的果报 要下地 要被煮的 你又另一个想法了 然后呢 再加上 你在看 生生世世的轮转 一切东西 就是如梦如幻 像一周期 过了就晚了 等一下 试的东西 放筷子放下来 就没有了 就过了 突然间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 想法就不一样 真的 像以前 我们年少的时候 大家都注意到我 哇 大家记得我 不一样 是是 到后来 几十年后 人家也忘了你 你也忘了很多人 生命里面就是这样 一下子就过去 诶 你的想法也不一样 那今天我是走进 你们的心经 尝试回到 年轻的心经 来跟你们谈 想起自己 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 这种人际关系 这些问题 都是在心里面 蛮思考的 真的 因为人很多的问题 都是人际关系 人家对我怎么样 我对人家怎么样 对吧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活得快乐 活得不快乐 活得高兴 不高兴 别人对你好 你就觉得有朋友 很好 没有 那幻觉又另一种情形 对吧 但是受人家重视的感觉 又不一样 被人家冷落 人家不在乎你 你又不一样 感觉 其实到后来 你看穿这个 轮回人世界 就是这样子 有梦 有一场梦影像 你真的很在意你的梦吗 有些人还是常来问我 姐梦 师父 我梦到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还是在他的梦里 转来转去 对我来说 天啊 梦啊 梦而已嘛 梦里你得到了又如何 你失去了又如何 醒来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吧 何必去想 那么我们 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明白 梦其实如一个梦而已 但是 其实呢 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 很多德和事 其实本来就是很像梦一样 一场梦 嗯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结果怎么样 所以这个东西 是要给大家尝试 先明白 我们对我们的思想 不需要抓得太近 当有一天 你的智慧成长的时候 你到另一个层次的时候 你又不一样了 真的 你不一样了 你的想法又不一样 哦 原来是这样 只想 像以前 我们会很在意 这个是我的谁 因为他是我的某某人 我会对他这样 他是我的某某人 我会对他这样 其实当你后来看到了 哎呀 谁 天底下 谁不是我们 谁跟我们没有做过亲人 父母 伴侣 兄弟姐妹 都有的 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也就 觉得对每个人好就好了 像以前 我会很认真 去记住 这个是什么 对我来讲 现在 大家都是朋友 兄弟 不管 你跟我亲 不亲 也都是这样子而已 那想法就不一样 变成那个心 会比较广大 心会比较广大 不会去想 我的圈子 你的圈子 都是一样 在心里面呢 就把这个圈子打散掉 没有什么圈子 虽然有啦 我们讲这个身团 这只是一种 一种运作和管理 因为我们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 互相扶持的需要 大家走在一起 一起共同学习 比较方便 一加一大一二 就在一起学习 其实真正来讲 心里面那个攀离 慢慢就放掉了 这种东西 我们在学佛的时候 我们学习 因为学法和修行 让我们的心 突然间跳出来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东西了 突然间 从来没有人 以往你 一直以来都不可能 这样子看东西的 但是突然间 因为修行的关系 原来有轮回 原来有因果 原来有地狱 原来有天堂 有天 然后呢 然后你的想法呢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从此你会发现到 你走在这个人世间 想法就不一样 除此你面对自己 你开始更踏实地 面对你的现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修行学佛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一个突破 这种心境的一种突破 和成长 然后呢 这种成长好不好 好 比如说你在面对 这个两个国家打仗 我的国家 跟别人的国家 你开始不再 执着于我的国家 我的民主 它就只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生命 那也是一个生命 都是生命 和平就好 而且不再去讲 我的民主 你的民主 我的国家 你的国家 这是好 日本人也是人 中国人也是人 他们都有 他们生命中的需要 是这些无名的领袖 无名的领袖 疑似的领袖 就搞这种斗争的 其实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抢到了那个 没人的岛 其实是没有人的岛 他只是说 四周围有石油 有油田 我的国家 我的尊严 其实这主权 到头来 人死的主权 这样重要吗 我的国家 你的国家 这样重要吗 那些想法就不一样了 突然间你会觉得 你再也不愿意 为了你的国家 去杀人 去伤害另一个人 到头来 直到有一天 你真正的心 突破的时候 你甚至也不愿意 为了自己 去伤害别人 甚至生死都放在意 只是如梦如幻 那个时候 我们的心 因为修行和学习 我们的心快乐起来了 打开了 我们面对朋友 面对别人 朋友 敌人 也都是这样子 别人在意我 注意我 不注意我 把我的照片 放上去 不放上去 这样重要吗 当然他讲了 你不放 我自己放 可能到后来 你觉得 我连我自己放 也没有太需要 真的 但想法就不一样 所以这种成长 让我们看到 我们不再这么直取 不再抓着 我们思想里面 认为对的事 你认为对 真的不一定是这样子 现在我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中学时代的一个经验 那个时候 我是马六甲 San David High School 我是总学长 Hitboy 那么那时我们的学校 是比较多坏学生 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是 我是历来最严格的 那一个 好 那我们的学生 因为很多坏学生 他们喜欢 钮扣打开 你们学校有没有 以前中学有 钮扣打开 衣服拉出来 像坏孩子 这样子 那我们不允许的 非常严格的 还有一个孩子 他是皮肤黑黑的 我还记得 他皮肤蛮黑的 华人 然后他是 天天给我找麻烦 故意的 他明知道你不允许 这个他就偏偏 来到你面前 就脱掉了 然后拿起衣服了 再看 然后挑战了 然后呢 一次一次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 这个太过分了 天天这样子 跟我们开玩笑 这样子来 再惹惹我们 然后是这样 要把他送去校长室 那但是呢 要送去校长室之前呢 我心里面 震了一震 还是有点保留 因为我 我是 如果我送去 不管是由我送过去的话呢 通常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因为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最严的总学生 最严的总学生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 到我手上解决不了 全校的学生 没有一个不怕 不管你 什么背景的 什么派的 但是都会怕 如果 因为在我来讲 罚绑兵 罚什么都罚 然后呢 在我的记录里面 都没有 几乎都不用送去校长室 然后我唯一送去 给Discipline Master的 Public Gaining 然后另外一个 我送去校长室的 直接 把他家属留学 然后从此不 追学 不带来上学 其实我知道很严重 我知道 我出手的话很严重 所以那个心里面 很不愿意出手 但是这个学生 天天挑战 我们怎么办呢 突然间心情 跟他讲 我要把你送去校长室 但是我给你最后机会 明天早晨 七点钟 在这个课设 你见我 如果你不来 我就帮你报去校长室 你应该知道 Hitboy送去校长室 是什么样的下场 因为纪律老师 校长 他们都知道 我什么事情都处理得了的 当我处理不了的是送来 那个校长连问都不问 什么事 看一下总学长再来的 直接就巴了 才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明白吗 直接巴 巴巴巴巴巴巴 流血了 才来才问问题 你知道 校长对我的信任是很强的 因为这么久以来 我都不送人家去校长室了 所以他知道的 他知道这个Hitboy是很公正的 不随便找麻烦的 当我送上来 当然就是很多不得了的事 所以他们都知道 他们知道那个严重性 所以我给他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你明天七点 你不来见我 我就跟你名字报上去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然后他也怕 他怕 七点嘛 我们上学是七点四十五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七点二十 没有啦 那是开招会嘛 那我可以决定 他不用开招会 他不用去排啊 对啊 他们还在那边 他还在那边讲话什么 我就在那边 直接直接一堆意 跟他谈 然后就问他的背景 我说你这样子做 你有没有想 你的父母亲 把你 把你这样子送来 送来学校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前途 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会怎么想 他说我没有爸爸 他说我没有爸爸 啊 我就傻了 不得了 没爸爸 所以你打 爸爸怎么想 我没爸爸 有什么好想 对吧 然后 我马上就觉得 这个来自一个不同的家庭了 我就问他 你的 你母亲做什么的 他犹豫一下 我母亲在酒吧做工 酒吧知道吧 我不知道 现在那一个时代的酒吧 酒吧就是 在里面的都是妓女 所以 都不知道自己爸爸是谁的那些 他们的孩子 不会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怎么知道你爸爸是谁 妓女嘛 妓女的孩子 怎么会知道爸爸是谁 突然间我的心情 突然间 马上 心里面马上有个交替 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样 我马上可以感觉到 我们那一个年代 如果给人家说你 杂种 你知道吗 孩子们都会骂来骂 你杂种 或什么 那个心是很叛逆的 你根本活不了 所以他就是 其实可能就在 几乎都会 一定会给人骂杂种的 如果是没有爸爸 一定给人骂杂种 在那个年代一定会 那坏孩子一定骂的 一定起伏 所以他会挣扎 他会叛逆 突然间我在想 如果我在那处境 我会怎么样啊 我马上感觉到 我几乎也是会很叛逆 很叛逆 会很反叛 会很怎么样 突然间心情乱下来 将心比心 突然间我就用一个 很柔和的仪器 跟他说 你不好这样子 你不要让这个 我知道你的处境 我马上 突然间很体谅 很体谅 我刚才说 我知道你的处境 但是你要把这个苦 带到 再带下去吗 如果你这样子 以后你结婚 你有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也会面对 很多的问题 然后不会有结果 我说你应该停了 不要再这样子下去 上一代有什么不对 或者有什么不好 你的母亲也必然有她的委屈 但是呢 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挣扎 不要再这样子 堕落下去 你这样子堕落下去 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你应该勤奋的读书啊什么 我讲到她很感动 讲到她流泪 她真的流泪哦 一个铁汉哦 铁汉孩子 叛逆的 找门找麻烦 所以给我讲到她流泪 突然间 我觉得她需要的是一个体谅 一个人的关怀 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硬 这么硬 这么坏 其实也不是坏 她其实是很苦 她需要的是一个关怀 一个体谅 当你带着很体谅 很柔和的心 跟她讲的时候 她进来流泪了 你的想法怎么样 那时候我开始了解一个感觉 人与人之间 就是要了解 你不了解的时候 有些时候 你就是觉得她很糟糕 她很坏 是不是 她根本不理你 她就是怎么样 你没有想到 她可能这就是自卑 她可能就是痛苦 她可能就是种种的处境 你不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学会 生命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生命 就是我学的 这是人际关系的 人与人之间交往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了解 了解对方怎么样 他的处性怎么样 多一份了解 多一份谅解 就不一样 他学佛 让我们学会这个 最珍贵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会相碰 你讲这个人好 而不好 好是因为他对到你的我 你的自我 觉得跟他在一起 你的自我觉得好 你就觉得他很好 他怎么样 他记得我的名字 他尊重我 他有多看我一眼 他对我微笑 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上 特别良好 他忘了我 他都不在乎我 他都不关心我 他都不理我 你心里就不好 对吧 他不把我的照片 放在Facebook 对吧 所以 其实是我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能够做一个好好的人 做一个大家的好朋友 你应该怎么办 关心别人的我 降低自己的我 然后最好是活出无我 那么我可以保证 从此 你可以成为一个 很不容易受伤害的人 谁也不能够伤害你 反而你能够在任何处境 人家对你好 对你不好 都能够对人家好的人 这是可以抓到 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觉得你的生命会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肯定会 做一个快乐的人 也会带快乐给别人的人 那人的一生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已经很殊胜 不容易受人家伤害 总能够无条件 无止境地 献出你的爱心 即使是人家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就是不受伤 对吧 他不放我放 对吧 最好 所以 学佛 我们就是要学出一个这样子的心 这样子的智慧 所以 这一点点的跟你们分享 讨论 然后呢 你们再带着 尝试 带着一个比较开明的心 去研究那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学佛 开出我们的心思 事业 心知 然后呢 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 我们会找到快乐 我们也有能力 给别人快乐 好不好 好 今天的题目呢 就算是 就叫做另一种现实 当我们讲现实的时候呢 你现在的人讲现实 就讲钱 或者是讲肉眼看得到的东西 其实佛教里面也是讲现实 只是我们的现实 涵盖的层面 涵盖到超越物质的层面 比如说英国啊 业力啊 你就是要考量它 你不考量它 你就脱离现实 你要考量它 当你只是从一个角度看东西 你以为你很现实 其实你可能不现实 你只是为了钱 为了钱 你要剥夺人家 为了这个 啊 这个我的女朋友 别人女朋友 她漂亮 我要 还是什么 这是看了一个表面 到后来的时候 你看到 啊 也有因果关系 有业力 最终有因因果果要承担 所以那时候 你还是很现实的 要考量 其实 只是你考量的层面 已经不一样 这个现实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如果讲到 大家都能够 很有智慧的现实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好起来了 好 就是讲着